同学们,新年快乐!今天是1月2021年的1月1号 老师要跟你们讨论讲解的是数学作业的模拟试卷2 数学作业的61页 我们来看第一题 第一题是坐标跟坐标有关系的这个题目 笛卡尔平面显示公园的位置 那么公园的位置是34 它的坐标是34 所以他要你写出它的坐标 记得坐标要放括号 它的x轴是3 所以先写x的 中间放逗号 它的y轴是3 先写x轴的坐标才写y轴的 再括号 然后呢你才会有满分 一分 你对了吗? 对了你就打一个勾 那你就有一分 第二题 写出从圆点向右 圆点向右两个单位 再向上四个单位 好,圆点在哪里? 对了,圆点就是0 向右两个单位 1、2 OK,然后它就是它的x 它就是2 那么向上四个单位 所以我们现在看xy轴的 1、2、3、4 它就是在4 OK,因为它只是要你写 写出罢了 它没有叫你画出 所以呢 它的y轴就是4 只需要写出 除非它叫你画出 那你一定要画这个点 画了这个点过后呢 你要写2、4 或者它会叫你给你 题目会要求 要你以一个字母来代替 这个新的这个坐标 如果没有它叫你写出 你只需要这样子写 不用画 那你写对了吗? 2、4 OK,1分 现在我们看第二题 时间与时刻 星期一的9点30pm 至星期二的5点am 相隔多少时间? 好,相隔时间 我们是哪? 结束的 减 开始的 OK,结束时间 减开始的时间 所以呢 结束星期二 OK 然后 我们把它画为24时 05、00、10 然后 开始是星期一 减 星期一 这个是24时的话 09、30 就是 多少 21、30、10 OK OK 然后这个是分钟 不够减 我先跟它借一个小时 所以这里60分钟 减30 好,这个4小时不够减 那我就跟它借一天过来 一天有24小时 那加起来就等于28 所以8减1等于7 那么这个星期一减星期一就是0了 OK 那红式的显法就是 那红式的显法就是 星期二 五 A、M A点、M点啊 减 星期一 9.30pm 等于 该我们做出来的是 这个是分钟 这个是小时 7小时 30 分钟 OK 三个勾 两分 好 B 1900年距离2020年多少个年代 他要找距离 也就是相距 那就是 2020年 减 1990年 刚才老师讲成1900年 啊 纠正一下 OK 2020 减 1990 好 不够减 好 我借位 这个是12 12-9等于 3 所以 对吗 对啊 借位 所以借位了 9-9等于0 这里是年 30年 可是他要年代 30年 一个年代等于10年 所以30年等于 三个年代 三个年代 不用写答 这题只有一分 所以 一分 OK 好 我们去第三题了 第三题 解决问题 韦宝买了三部 长14cm 8mm的手机 以mm为单位 他要mm 注意 计算三部手机的总长度 这题非常简单 3乘 3乘 14cm 8mm OK 等于 这个是横式 横式一定要写 有一分 OK 然后呢 我们做数式 14cm 8mm 乘 3 这样子写 OK 8-3-2-14 4-3-12 3-13-4 OK 1cm等于10mm 对吗 所以这里可以把它换算过去 OK 换算过去 这是mm 这里是44cm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答案 44 对吗 3 44cm 4mm 或者如果有同学把它换成444cm 也可以 因为他的答案没有要求 他的单位要怎么写 OK 所以这题两分的话 数是 OK 三个勾两分 好 第四题 一双耳环 一双耳环的价格是15令吉 佩如有10双耳环 10双 佩如和娜娜耳环的数量的比 是1比4 娜娜有多少双耳环 好 佩如有10双对吗 那么 他这里是问 佩如和娜娜的耳环的比 是1比4 OK 我们先这样子分析 那佩如有几双 10双对吗 娜娜又有几双 所以这里是不是1成10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写 4成10的 4是双 只有一分 好 B 威威买了若干 若干就是未知数 一些 双耳环 价值120令吉 写出威威与娜耳环数量的比 OK 好 所以我们来看 一双多少钱 一双耳环的价格是15令吉 所以我们要先找出一双耳环的价格 所以 是15令吉除15 所以它可以 威威有8双 对吗 那么它的答案就是 它的比就是 这个我们写答 威威是8 还没有 还没有 OK 所以 威威是买8双 到这里明白吗 威买8双 OK 那刚才威威买买几双 40双对吗 所以是8比40 OK 8比40 它还可以再约减 除8 除8 所以1比5 要是你只写到8比40的话呢 你只有一分到这边 所以你一定要到1比5才会有满分 两分 好 接下来我们去第5题啦 四幅画画的 四幅画的历史有6个世纪84年 平均 每幅画的历史有多少个世纪多少年 所以它有平均 我们就要拿来除 对 我们要拿来除 也就是6个世纪84年 除4 OK 除4 6个世纪 这里写错了6 144 两个世纪换成年 一个世纪等于100年 所以这是200年 变成284年 OK 624 74 28 144 所以答案是 一个世纪 71年 2分 1 2分 所以我们去看B 门关掉 小丽花了两个小时35分钟 完成马拉松比赛没有关好 方方完成赛程的时间 比他长 25分钟 OK 就是小丽的时间是2小时35分钟 而方方的时间却比小丽长25分钟 瑞奇就比方方早20分钟完成赛程 那他要问瑞奇花了多少时间完成 就是说我要找出方方 方方的时间是小丽的时间的延长 对吗 OK 那瑞奇是方方的减短 所以就减20分钟 所以就减20分钟 OK 所以我们找出来这个 我们做舒适啊 分钟 好 2小时35分钟 加25分钟 这里是60 我们再减20分钟 这里不用写 这里是40 这个是2小时 好 他要把它换成分钟 那么 所以这个2小时 我要把它换成分钟 1小时60分钟 2小时就是120 所以它的答案是120分钟 所以它的答案是16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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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3分哦 好 这题好像是1分 那你到做到这里的时候就1分 那你到做到这里的时候就1分 然后答案1分 然后答案1分 3分哦 3分哦 去第六题了 去第六题了 具名把两杯 两杯525ml的水 倒进 倒进 同一个电水壶里 在水煮沸后 它把水平均倒进五个杯子里 以ml为单位 这里有单位要求要注意了 ml为单位 计算每个杯子里的水的体积两个 然后再 所以这是2乘525ml 然后再除5 是这样子分析 组废了再除 到这里明白吗 所以是 它要以ml为单位 我们就分开做 乘2 乘2过后是 1050ml 1050ml 再除5 2550ml 155 所以答案是210ml 这题两分 一定要有这几个算式才会有满分 不用写答 来看B 周伯伯买了一袋 8kg 500g的肥料 他用掉 大部分的肥料后 又添购了3kg 200g 200g的肥料 现在 他有4650g的肥料 kg和g为单位 计算周伯伯所用掉的肥料的质量 用掉 就是这个 用掉 位置数 ok 位置数 所以 他本来有8kg 500g 他有 他添购 添购3kg 200g 现在 现在有的就是要减掉的 因为我要找出来他用掉的是多少 所以就要减 4650g ok 所以这里我可以心算 好 这里我可以心算 那心算出来 这里是 如果我不要心算 我就这样子做 2g ok 8kg 500g 减 3kg 200g 就等于 5kg 300g 然后再 对不起啊 这个是加 700 17 11kg 然后再减 这个我直接变成 4kg 650g ok 等于50 这里是7 所以答案是7 他用掉的是 7kg 50g 1 2 这样子 才有满分 3分 好 第七题的 这个是 体积哦 是吗 好 他要你找面积 这个是模型 有长 宽 有高 1cm square 为单位 计算图黑部分 在这里 所以这个图黑部分 是面积 对吗 它就是长层宽 长层宽 就是它 就是3cm 乘6cm 等于18cm square 这体两分 这里一分 这里一分 满分 两分 就这么简单 不用做舒适 以cmq为单位 B 计算 模型的体积 好 这里的体积 你可以这样子写 6cm 乘3cm 乘13cm 好 你就有一分 这是公式 公式你写对有一分 然后做成数是 638乘13 这个是算草啊 8324 188111 加起来 234 这里不要写单位 你把它当做算草 因为你写单位 你会乱 你会错 所以算草 这里有一分 答案有一分 满分 三分 好 算草不要写单位 等一下你会乱 写错会扣分 好了 最后题 第八题 好 下表显示 家家高饼店 在一天内 各种口味的 这个 蛋糕的销量 有咖啡 抹茶 和草莓 OK 计算家家高饼店 一天内卖出 最多的蛋糕 与最少的蛋糕的 差 好 最多是40 OK 差是减 最少是28 这题两分 写对最多和最少 还有知道 差是减的话 有一分 这题如果你会心算 可以不用做舒适 所以答案是 10 2 1分 满分 2分 很容易啊 好 根据数据 绘制 向行统计图 OK 向行统计图 老师在这里简略啊 直接看这个图 然后你们自己看 这个这个蛋糕的图 随便你怎样画都行 一定要有标题 这题三分对吗 好 一定要有标题 加加高饼店一天内各种口味的蛋糕销量 其实它的这个 加加高饼店在一天内各种口味的销量 在这里 在这里 这个是它的标题 括号的地方 有吗 好 然后呢 蛋糕 口味 我们就分三种 咖啡 抹茶和草莓 因为咖啡口味有40 它们的数量太多了 所以呢 一块蛋糕 的图案代表4块蛋糕 OK 它们都要可以除4啦 不可以10 因为 不可以除10 也不可以除5哦 也不可以除6 大家这三个都可以除4 所以我们一个蛋糕的图画 我们代表 4 到这里你可以暂停你的视频 然后你看它的答案 检查 或者 跟着答案来画 如果你还没有完成的话 OK 好 这就是数学作业 我们终于完成了 这个试卷1的答案 我只会再放上来 好 谢谢你们 好 试卷1的答案 在这里 你们可以放暂停视频 来检查你的试卷1的答案 然后你再统计 加起来总共几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